当地时间5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里斯本会见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习近平指出 总理先生两年前正式访华以来 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转化为具体合作成果 中仆双边贸易呈现良好增长势头 重点领域投资合作顺利推进 中仆关系正步入历史最好时期 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中方愿同蒲方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下阶段双方要加强高层往来和各层级各领域交流 携手努力 推动中蒲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要拓展金融 投资 航空 汽车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共同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希望蒲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中欧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向前发展 科斯塔表示 习近平主席这次对葡萄牙的访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蒲中是传统友好国家 有意远远流长 长期以来建立起良好的互信 蒲方感谢中方对蒲方维护金融稳定给予的支持 蒲方愿以此访为契机 同中方一道 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水平 蒲方主张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 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这一倡议有助于增进蒲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也有利于加强亚欧互联互通和亚欧伙伴信任 促进全球贸易 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蒲方愿为增进欧中互信与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会见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等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领导人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习近平强调 我这次访问葡萄牙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圆满成功 为中卜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葡萄牙是我这次出访欧洲 拉丁美洲 并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爱丽丝峰会行程的最后一站 在整个出访行程中 我深切感受到各国人民 对世界和平稳定 国家发展繁荣 自身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和殷切期待 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与各国一道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